88年的住院期间 就每天的记录感冒 结果我是吃了 吃了回来 回到家里面以后 结果等我把衣服一脱 才看到我身上全部都是疹子 感冒吃药竟然长满鸿斑 不过医师并未诊断出 朱先生是严重的药物过敏 还是让他持续吃药 直到病情恶化 我表妹是隆隆的护理者 结果我表妹一看我 就说Steven Johnson 家户病房的主任 就恍然大悟 想起来这个病 连医护人员都不熟悉的 史蒂强生症药物过敏 一经点破 朱先生立即停药 但已经造成 无法挽回的药物伤害 在家户病房 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朱先生经过检测 确定带有 史蒂强生症的两种基因 一种对降尿酸药过敏 另一种对抗癫痫药过敏 严重药物过敏的族群 并非只有史蒂强生症病患 而是每个人都可能发生 不是史蒂强生症病患 其实也蛮严重 例如说也会引起肝生 因为它过敏以后 会破坏你的肝功能增弯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做 这个药物过敏症弱群 药物引发的严重过敏反应 分为三种 前两名是毒性表皮溶解症 和史蒂强生症 病患的皮肤和黏膜溃烂 伴随眼睛和器官损坏 前者死亡率40%到50% 后者5%到10% 症状类似 而第三种为药物诊 合并是一红血症 除了有广泛性的皮肤症 还有发烧 淋巴结肿大 肝 肾 肺 和心肌发炎 死亡率10% 广种人 尤其华人 发生的件数会比 其他白人的几率高 那个百万分之九 百万分之十应该有 国人严重药物过敏的 前十大可疑药品 分别是降尿酸 抗癫症 治疗肺结核 肺肋肺酸的止痛药和消炎药 以及抗生素 问题来了 台湾有这么多的可疑药品 医师开药时 目前只有前三名的药物 可以经由病患的血液检测 提前发现过敏基因 但其他的七种药物 无法事前筛减 很多药品呢 它虽然可能会发生 很严重的不良反应 所以我们通常要避免 一开始就发生 很严重的不良反应 我们都会开始 比较低的剂量开始服用 但是有一些药物 不良反应是迟发型的 它有可能两个三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才发现 都是有可能的 严重的药汗反应 可能延迟发生 像王小姐在六年前 服用一种抗癫症药物 想不到药汗在十多天后 才出现 发高烧 我就只是以为是普通的感冒 看了三次的医生 可是都被诊断为 就是普通感冒或扁桃腺发炎 就是从一开始在诊所就被误诊 然后到地区医院被误诊更大 点减药或者是降降酸药 我们的风险是远高于这些欧美白人 所以大概可以说超过十倍 甚至到二十倍以上的风险 但是这些国外做完没问题的药 在我们华人地区 其实不见得是安全药 欧美国家制造的药 对于亚洲人来说 未必完全安全 于是从诊所到大医院 都没有发现王小姐 一切的不适症状 来自这颗抗癫痫药的过敏 导致治疗期间持续服用 最后全身99%的皮肤溃烂 濒临死亡 所以我那时候有肾衰竭 爱血症 休克 还有很多就是器官衰竭的问题 右眼失明 左眼视力0.1 加上全身器官受损 体力大不如前 王小姐无法工作 长期在家休养 我在生病前 我不知道药物过敏会这么严重 一般对于过敏的认知就是 不会这么严重 顶多皮肤痒 然后打个针就没事了 却没有想到会造成 最严重会到死亡 对我们来讲 这是又一个新的病患 但是对他们讲 都是人生百分之百的 从彩色变成黑白 药物过敏 越早发现 药害后遗症就能大幅减轻 早期症状包括皮肤红疹 水泡或骚痒 另外嘴唇肿胀 以及喉咙痛和吞咽困难 甚至口腔溃疡 伴随眼睛红肿和烧灼感 还有发烧 如果有一些警觉性的一些症状 那可能就要提早就医 或者说在医生在 在看诊的时候 可能针对这些症状 可能要特别的有警觉性 去认知到是可能一个 早期的一个症状 无论民众还是医师 只要多一分用药警觉 就少一分过敏伤害 也小看一颗小小药丸 因为它能治病也能致命 就算了一分过敏伤害